CM的作品 我是來自在地的年輕人 檀蘭萬里的年輕人 我們維肖萬里也是商圈組織 當時我會來開店 那我们几个店家老板就问说要不要一起创个组织 帮湾里做些活动 其实只是想要热闹 想要把这个湾里带起来 然后有更多人能够认识湾里 湾里的路其实就万来万去 它的里头并不是一条路直直一条 不像有些老街中一条 湾里好玩在说你可能在某个转角 还是某个巷弄 你可能就迷路在湾里 那在过程中走一走 你又回到你原来的路 我觉得我们在湾里都喜欢把它定义在迷路这一块 让游客漫无目标的去旅游 那跟着导演老师去听他授课也好 还是说你在拍照也好 不小心迷路了 总会找到一条回到自己的路上 所以我们在湾里的小旅行其实我们都把路线拍得很复杂 那可以看海可以看庙 那可以体会比较深度的湾里人哪一种文化 那当然美食是我们的重要 美食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整个湾里商圈有将近一百多间小吃店 那这些美食是我们一直以来去推崇的 要去把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不要只有我们吃 你可能一次来无法把它吃完 你可以分多烫来 这也是我们期许的让大家多次来探访湾里 这个讲座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开幕仪式 算是为我们在湾里商圈 因为前三年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属于去内化 去整顿内部 包括店家联谊也好 包括会员的感情凝聚 那其实未来三年我们给自己定义的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不仅仅是这些商家是我们辅导的对象 我们更希望能够细水长流 就像我们的吉祥物海哥一样 代表的是一种年轻人回流 代表的是一种育儿的方案 那只要我们愿意说 在这个社区里头去做 我们想要拼命去做的事 有点像死密感 那今天会是一个起点 那未来三年我们要做的是 会一直延续在今天这一届种子上面 就是地方创生 让更多人能够回流湾里 我们就希望湾里的人口可以更多元更多样 要不要再让我再让我去做的事 我再让你感到的事 就像我们走路了 那天 一样的事 那我再让你感到吗 那我再让你感到的事